本节目由好书宝牌黄金油焦丸特约播出 总算酒盒 还挺好 饭又好书好 60年前他19岁 新高气盛离家出走 开始混社会 60年后他79岁 有几手快被称为长沙最老爬手 爬窃半个多世纪 他的身上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 79岁老爬手的警示 北方警示马上播出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志 几年前的三月份 湖南省长沙警方 抓获了一个特殊的爬手 79岁的陈振杰 匪夷所思的是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被公安机关控制 你可能无法想象 这名79岁的老人的爬窃经历 已经有60年了 可以说爬窃贯穿了他的一生 那么陈振杰的经历 会给人怎样的警示呢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 托子街派的所民警张鹏的眼睛 紧紧地盯着电脑屏幕 画面中 一名白衣女子正在排队 在她的身后紧跟着一个老人 正在这里排队 然后你看到没有 他拿了一把伞中的眼妇 这个手上 这个手正在正在转 看到没有 挡了一把伞 紧贴前面这个受害人 探头下 是位于湖南省长沙市 太平老街的 天心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展示中心 这里每天都有不少人来参观 由于人流量大 这名老人混迹在人群之中 并不显眼 旁边有一个保安 保安的情况 但是由于他年纪确实比较大 所以说当时保安 对他也没有任何怀疑 探头下可以看到 这名老人走在拥挤的人群中 右手拿着一把收起的雨伞 前面的白衣女子往前挪一步 老人便跟着挪一步 上半身几乎与女子紧贴 他要紧贴 然后那个手慢慢地往口袋里面伸 就在女子快要走进检票闸机时 老人一步踏上台阶 用雨伞挡住了女子的右侧衣兜 一同挡住的还有她的手 明镜张鹏的双眼 紧盯着老人手中的雨伞 他仍旧有些不太相信 这个老人会是一个扒手 但老人下一秒的动作 让他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 这个时候他已经当时要拿手机 已经到手了 对对对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手机已经放到口袋里面去了 老人下手的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 张鹏说 从近十多年 他抓到过几百名爬手 但是这名老人最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倒不是对方的手段有多高明 而是对方帽子下没遮住的那圈花白头发 让他印象太深了 年纪比较大 至少是七十岁以上 当时我们看到之后还是比较震撼 觉得都这么大年纪呢 怎么会爬下呢 但是我们详细看到视频之后 我们发现确实是爬到的 警方抓住这个老人的过程 一点都不费力 3月25号傍晚 在湖南省长沙市的太平老街附近 来来往往的人群中 一个拱着背的白发身影 异常显眼 张鹏抓过的爬手 大多会抵赖反抗 但这位老人却一句话都没说 点了点头就跟他们走了 张鹏甚至都没用上手铐 带回来之后我们了解到 他是新陈 叫陈真杰 是长沙郊区的一个居民 然后年纪达到了79岁 将近80岁了 陈振杰身份证出生日期上的 1938年 让张鹏觉得异常刺眼 而在口供上签字的时候 陈振杰写的还是繁体字 因为他年纪确实比较大 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一些交流 然后我们了解到 他也有一些自身的原因 因为几十年以前 就因为这种爬蟹被判行坐牢 然后出来之后就一直没有结婚 神讯室里让张鹏印象最深刻的 是陈振杰所表现出来的无所谓的态度 警方了解到陈振杰19岁便离家出走进行爬蟹 直到79岁高龄仍在作案 爬窃时间之长 让张鹏觉得刷新了记录 我们最后面采取的措施 就是对他监视居住 因为他毕竟这么大年纪了 然后还送换了飞机盒跟骑兵 这是位于湖南省长沙县的 文家断村村委的一处老旧办公用房 房子的墙上曾经的宣传标语还依稀可见 三个月前 在废杰盒得到控制之后 陈振杰并在当地政府的安排下住到了这里 房子并不大 只有一室一厅 一出一味 内墙只是简单地刷了白 装饰也十分地简陋 但据陈振杰说 这是他一生当中 住过的最舒适的房子了 感觉的很好 回家跟我感觉很好 对于如今的生活 陈振杰十分满意 几天前 他还亲自挑土弄一块地 打算自己种点蔬菜吃 说到这里 他又有些感慨 自己懒得 懒得 据陈振杰说 如果六十年前 自己能够像现在这样勤快 自己的人生 或许会完全不一样 那时候我的爸爸 帮着我 我举板子 我对面没有 有个红色地质 它是个我间 我对面那个红色 从这个房子 我认识那里是什么房子 为了避免遭受父亲的责打 同时也是为了逃离农村生活 当时只有十九岁的陈振杰 趁着夜色离开了家住 来到长沙城区之后 陈振杰过上了不安稳的生活 也是在那个时候 他遇到了一些改变他命运的人 流浪者里有人靠偷盗过货 钻窗入室 偷卸衣服 顺条毯子 再拿去以物换钱 陈振杰一打听 他们得到的钱 比自己拉一天板车赚的还多 于是他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自从做了扒手之后 被抓进看守所 对陈振杰而言 有如家常便饭 如今的他 根本记不清 自己被抓过多少次 他只记得 在看守所的日子里不好过 不过相比而言 虽然陈振杰不能接受的 就是周边亲朋好友 比仪的眼神 陈振杰试图通过一点小恩小惠 扭转他人对他的看法 但是最终都是徒劳无功 以至于后来 他连家都不敢回 到了最后 曾经交往的对象 也离他而去 我不行了 我倒是断牛的 亲友的比仪女友的离开 让陈振杰十分痛苦 无家可归 无儿无女的他 也曾经想过收手 但是最终 好吃懒做的他 还是放弃了 60年前 他19岁 心高气盛 离家出走 开始混社会 60年后 他79岁 眼疾手快 被称为长沙最老爬手 他说他已经打死了 那射击 已经到手了 对对对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爬切半个多世纪 他的身上 到底有着 怎样的故事 因为我现在也能够 我这种喜欢的身上 到了后期 到了身上 我没有老的年 老年 还是不以为是这样的 79岁老扒手的警示 北方警示正在播出 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陈振杰这一干就干了半个世纪 70岁的时候 他开始觉得力不从心 摸进他人兜里的手 也没那么快了 被人发现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对方一看他是老人 责骂几句也就把他给放了 后来他开始惧怕人们看他的眼神 年轻时不在乎的东西 在他老了以后 开始变得敏感而又清晰 既然这样 他又为何会继续投下去呢 在湖南省长沙县文家断村 王里的位置有一片小树林 在陈振杰的指引下 记者来到了小树林里 一处灌木丛生的地点 这里就是陈振杰曾经的家 如今这里长满了各种植物 只剩下了遍地散落的砖头 和异度爬满了深绿色苔藓的土坯墙 能够证明这里曾经有人住过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陈振杰的父母去世之后 他便很少回家 对于他在外面的情况 村民们也不太了解 村民们只隐约听说过陈振杰在外面从事的勾当 但是从来没有听说他在村里干过什么坏事 陈振杰本以为好吃懒做的他这辈子只能偷窃直到死亡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在三月份的那次爬窃中 他特殊的年龄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他的人生也在晚年得以改变 针对陈振杰的这一特殊情况 当地政府曾给出过两种方案 第一种便是让他入住到敬老院 但是陈振杰的态度却让人匪夷所思 原来按照当地的政策 陈振杰每月能够拿到714元的低保金 在这笔钱以及入住养老院之间 他只能二选一 陈振杰花过无数不属于自己的钱 但对于自己每月714元的低保金 却是势如命根谁也不能碰 所以他宁愿选择自己一个人居住 节目现在也来讲 我都得50块钱生产 到了后天 到了中午后 我有那个脸部 老命 还是可以为自己想 在过十几天也会要的情不动 陈振杰说 陈振杰说 尽管钱并不多 但是磨着口袋里的存折 他的心很踏实 陈振杰告诉记者 提心吊胆 招不保夕的日子 他已经过了一辈子 如今的他 再也不想经历了 假如我一抓起来 毛条件可贡献的人 现在国家安排 那么好 孩子要做活得了 那就是不好再不好 女友的离去 亲友的鄙视 让陈振杰的一生 没有丝毫阳光 到头孤独终老 而其实毁掉他这辈子的 就是他自己的好意勿劳 陈振杰可怜 可叹可恨的一生 是对那些 仍旧深陷迷途的人的 强烈警示 如今在当地政府部门的 关怀下 他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关怀下 他的人生发生了好的改变 我们希望这种好的变化 能够一直持续